歡迎收看頂尖投資秘笈 我先講看法 我相信短暫金價都會橫行 為什麼呢? 因為禮拜一我們看到特朗普公佈了一個新的預算案 這個預算是推出1.5萬億美元基建計劃 我相信這對金價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影響 第一個就是1.5萬億是非常大的數字 雖然聯邦政府只會出2千億美金 但我相信也會有很大的機會令財政赤字提升 這件事就會令美元指數壓力下跌 這件事就會令到金價上升 但是1.5萬億的基建可以再做很多就業機會 也會令到通脹上升 大家都知道通脹上升對金價沒什麼運行 因為通脹上升意味著聯署公業加息 所以在兩股力量左右之下 金價其實是無靈兩可 上上落落的 我相信這個星期我們還要看CPI和PPI 這兩件事都是通脹的數據 也有機會影響到金價的行法 所以在技術分析來說 我相信有一個日子大家一定要留意的 那就是2月19日 這一天我們叫雨水 因為我們江恩理論 其實很多時候那個轉世日和我們中國的農曆都很相近 所以我們一定要留意著2月19日 有機會在之後就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聲勢 我相信 如果現在來說 區間大概是1310至1330左右 我相信之後有機會升穿1330 如果做好的朋友可以看著這些位置去做事 以上投資策略僅供參考 投資者一定要量力而為 多謝大家